28轮比赛 剩下的两场比赛之一 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呢 青岛海牛队他们是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所谓生巴马呢 这个赛季呢 应该说整体的比赛压力还是比较大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7胜5平15负 在这轮比赛开始前 青岛海牛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保级的压力 而天津金门虎呢 在本轮比赛开始前呢 他们暂时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八位 已经没有保级压力了 那么青岛海牛队呢 在这轮比赛当中 由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大连人呢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1比3输给了武汉三镇 所以呢 在这场比赛开始前 青岛海牛队少赛一场的情况下 有7分的优势 他们已经保级成功了 这样呢 这场比赛青岛海牛队呢 在主场啊 将会以一个非常轻松的姿态来迎战对手 那考虑到本赛季的首回合呢 当时天津金门虎呢 是主场3比2击败了青岛海牛 所以呢 这场比赛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态 踏入到球场当中 对于青岛海牛的球员和球迷来说 在赛季末啊 都算是松了一口气 天天上家梦中的心态 起手 地搜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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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出手揍民国任道ж家万一 荃西三镇采采用武汉钢可以投行专画和 rope 向力赫交主席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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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0击败了大连人 1比0击败了武汉三镇 上轮比赛是2比2占平了成都荣城 而刚才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青岛海牛的西班牙主帅安东尼奥 他曾经在18年到20年期间在天津队当时是担任助教的角色 所以对天津金门虎的情况也非常熟悉非常了解 但是这个赛季的首轮当时青岛海牛是做客2比3输球了 今天回到主场看看青岛海牛的发挥 这个赛季呢他们在客场没有赢过球 所有的赢球场次呢都是在主场完成的 在主场呢总共赢了7场比赛 好了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8轮青岛海牛在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 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队身穿橙色的球衣 天津金门虎呢身穿蓝白剑条衫 开场之后呢青岛海牛队呢首先立足自己的半场啊 在防守的时候对于天津金门虎从两个边路的渗透呢 还是非常警惕的 尤其是巴顿这次啊 因为巴顿呢是这个赛季天津金门虎 整个球队进攻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进球达到了4个助攻有6次 他的左路走廊是金门虎这边进攻非常重要的通道 所以今天青岛海牛队开场阶段对巴顿这一侧的限制啊 一上来就针对性非常强 这是金门虎的一个角球 巴顿开到前点 低点呢抢不好 前场再反抢下来 青岛海牛呢在今年的连萨当中 总共打进了31例进球 其中呢主场打进了22球 占了他们三分之二的得分 所以今天回到主场啊 天津金门虎 别看开场阶段呢 整个队形推得非常靠上啊 但是这是主场作战的青岛海牛呢 收缩队形之后呢再等机会 金门虎这边左路是16号杨子豪 两个中位呢分别是4号杨帆和2号安杜哈尔 安东哈尔今天要靠左杨帆靠右 边路二对二 在于根韦之岛的这套433当中啊 谢维军呢经常是拉到边路来活动 那么他因为有身高的优势 所以呢他在边路的支点对抗呢 可以接到后场的长传球 找到他这个位装 中路百度 这次渗透到了身后 不过这球呢 后卫拿到之后啊 回敲给了门将 整个处理呢稍微有点狼狈 但是总算是截断了在门前 青岛海牛队进攻的联系 刚才这个线路呢 其实还是在类部空当很有威胁的一次尝试 差一点就切进去了 这就是青岛海牛队今天在主场呢 他们所等待的机会 又是王健明 今天呢双方在这个赛季啊 进攻端 主要的船中和输送炮弹的人物呢 在边路都会对上 王健明会对上巴顿 他们俩是各自的球队当中 在边路进攻很重要的手段 本赛季的状态呢 也很出色 都拿出了亮眼的数据 所以今天谁能把 屏幕下方的这条边路打活 对方就会非常难受了 开场之后 海牛队在这侧呢 防守的侧重啊 也是非常明显的 整个这条边路附近 从中场到防线 防守人员的间距呢 很紧凑 说明呢 在这侧的防守压力还是不小的 所以对主攻的天津队来说 在整个控制过程当中 如果巴顿这一侧突不过去 他吸引了人数之后 能不能把球及时转出来 那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 会直接反映出 他能够带来的战术效果 如果他陷入了缠斗当中 天津队可能整个进攻的局面呢 就在局部给打死了 这次反抢得不错 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 拿下来之后看看队友接应的位置 四个人在封堵 沙里奇没能够再把这球坐过来 两次 但最后顶下来之后 落点还是不好处理 开场的这五分钟啊 应该说海牛队呢 因为自己主动收缩 所以呢 在实时的控球比重上呢 出现了炒上双方 极端悬殊的情况 其中海牛的控球比重只有9% 天津金门虎的控球比重 就在这五分钟呢 是达到了91% 10倍的差距 但是双方呢 对于门前的威胁度呢 实际上现在 并没有分出高下 这就是厂商有收数据啊 所带来的欺骗性 威塔诺夫和梅里达 帮助天津金门虎呢 控制着中场的协奏 潘洞哈尔 交给另外一侧杨帆 这球给的不错 直接协船打到身后这侧 落点还是很好的 但是拿下来之后的调整呢 确实不太容易 而且最后射门的位置呢 距离球门也比较远 安东尼奥他最早啊 在15到16年 也就是七八年前的时候 当时呢 卡塔尔国家队在 为了世界杯 做最后的 这个国家队的组建 和筹备的时候 安东尼奥当时就是 卡塔尔国家队的 负责技术分析的成员 他对于亚洲足球呢 特别是西亚足球呢 了解还是比较多的 后来呢 到中超联赛之后呢 先是在天津队效力 这边呢 是张卫在背后 撞倒了谢维军 巴顿 巴顿今天 在背神拿球的时候 很容易在开场阶段 被青岛队的队员的 背神先贴住 贝里奇呢 刚才越位 所以中场拿下来呢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他 还是在边路谢维军 这一侧找机会 青岛海牛队这套防守体系啊 因为他退的时候呢 防线五个人 宽度呢 有保证 所以呢 对于两个边路啊 特别是对于天津队的 巴顿和谢维军呢 今天在他们俩 背身要球的时候啊 海牛队防守队员呢 应该说上得非常快 至少这前十分钟 没有让谢维军和巴顿呢 轻松的拿球转过身 但是这样的防守对子成功呢 某种程度上也会限制 青岛海牛队在进攻当中 他两个边意味向前的幅度 所以呢 今天开场之后呢 青岛海牛几次 向前的传球输送啊 可以看得出来呢 也都是中场位置 完成的比较多 中场中路走的比较多一些 安德烈也都喜欢 把球交给马兴玉或者冯敬 这边差点漏了过去 巴顿抢下来 一对一 这是上半场比赛开场啊 天津金本虎这侧的第二个角球了 这次呢做了个战术配合 刚才第一个角球呢 在第一点就被破坏 这次打完战术配合呢 还是没进去 海牛队在门前啊 防守队员人数很密集 而且比赛开场阶段 这个体能状态比较好 加上呢现在提前保级了 队然轻松 所以这个比赛的状态呢 可能今天在主场呢 青岛海牛队 要更加兴奋一些 这两次强攻 暂时都打不进去 这个球的跃位幅度呢 比较明显 吹了谢维军 像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啊 就是刚才被李奇往里收 谢维军往前插 就是打青岛海牛队 五人防守防线呢 比较有效的方式 因为随着比赛的推移 随着比赛的发展 这五名队员呢 他的体能消耗呢 恐怕不会太一致 一旦这五个人的 防守线呢 不是一致的情况下 出现这种回手跟反切 就容易出现造约为失败 边路王健明上抢了一步 犯规了 现在天津队啊 还是在想办法 把球往边路走 因为在中路呢 海牛的人数比较密集 那相应呢 他们在边路呢 防区呢 就会暴露出空档 梅里达 好的 贝里奇 回过来之后 维塔诺夫 斜船 看看那部空档 走到中路 打一脚远射 这个球没有抽正 线路是跑出来了 巴顿 这个配合呢 应该说层次是有的 巴顿向里切了这下 球没有带开 所以最后 这白腿动作 做出来之后呢 往左打过去了 贝里奇 交给谢维军 这条球打的虽然 比较困难 但是效果不错 造成门将 谋鹏飞的一次扑就 第一下呢 应该说 贝里奇呢 在做的时候 还没有 完全想好这球 怎么去处理 但是正好顺势 落在了谢维军脚下 谢维军也没有让 直接选择 一脚射门尝试 因为青岛海牛队 在前场呢 人数相对有限 所以天津金本虎的 队员呢 在后场啊 走脚下传递过程当中呢 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 但是一旦打到前场呢 边路的突破 现在的确阻力比较大 这脚球传得不错 横敲 没有过去 还是小球 上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啊 金本虎队不断地利用 左路的配合 在寻找机会 维塔诺夫刚才的 传中没有进去 但是刚才巴顿 给他的第一脚球传得不错 这还是更早的时候 贝里奇那一下 在对抗当中呢 他没有把球停住 正好滚到了谢维军的脚下 这次呢 选择打后点 这三个脚球变化很丰富 阿尔在前点位置包抄 完成了破门 安杜哈尔 上半场比赛13分钟 天津金本虎队利用第三个脚球 在后点打出配合之后 形成的乱战之下 安杜哈尔的统射 帮助球队在客场领先了 比赛踢了将近14分钟 金本虎的三个脚球呢 前 前点 后点 然后脚下配合 三种方式 最终呢 是在后点的回敲配合当中 海牛队呢 没有盯住人 对于采取深度收缩防守方式 采取这种战术的海牛队来说 如果先丢球 这个比赛场面对他们来说呢 就困难的程度啊 就会指数级增加 因为他整个人员的堆积在后场 向前的投入进攻的人数有限 而比分领先之后呢 这种主动权呢 就回到天津金本虎的脚下 他们就可以把队形呢 适当的收回来 防区的人数呢 也在增加 所以此消彼长啊 这个阶段 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 就得看他们的整体阵型 怎么推进了 右路是王健明 整个防线现在顺着边路 王健明上来 右边的中尉 刘家申也上来了 鞋船给的点不错 落下来之后啊 差点想跟进扫射 但是防守队员呢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刚才还是张卫 这样海牛队呢 也拿到了今天的第一个脚球 黑山外员萨里奇 罚到前点 张卫 队友再交给萨里奇 开场之后 金门虎这边船中五次 青岛海牛队两次 好 这下金门虎的反击啊 看看怎么组织 巴顿一个大脚的转移 给到另外一侧 连续调整突破之后啊 最后在三个人的围堵之下 这条船中的送过来了 不过第一下子 传球转移啊 还是把反击的速度带出来了 但随后呢 跟进的球员的数量不够 十两海洋子豪呢 刚才在对抗当中呢 撞到了头部 现在需要单架进场 一般撞击到头部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可能是在定位球过程当中 一般撞击到头部之后呢 是不是以把队员马上 抬起来的 或者马上把它扶起来 队一呢 先得检查确认一下 到底是外伤还是 造成了脑震荡 有内伤 需要把这个队员的情况呢 确定的比较清楚之后 再移动它 否则就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杨子豪呢 刚才应该是对抗的时候啊 撞到眉骨这个位置 脱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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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拱皮了 房间 炸 康瓜 康瓜有点着急啊 右路防守的是苏妍杰 回去的速度也很快 这样的安杜汉尔的破坏 又给了海牛队一次搅球的机会 鞋船给了中路 第一点没有控制住 相对来说 海牛队在定位球当中 他们的方式啊 比金门虎的变化呢 要少 这下后场的拦截做得不错 张卫断球下来康瓜 依然没有摆脱 像海牛队这样呢 他以防反为自己在联赛当中生存的基本战术的球队呢 有的时候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整体的队形向前推 进行对对手的压迫 甚至是开始出现主动控球 这种时候呢 有时候他反而这个进攻的效率呢 会慢下来 因为呢 整体队形推上来之后呢 他的队员的位置站的比较密 人呢比较拥堵 他在反击当中一些 已经跑熟了习惯性的位置呢 反倒是跑不出来 他的队员呢 是适应在反击当中呢 大开阔的空间 两三个人跑穿插线 跑这样的交叉跑位 利用速度呢 打出空档 但是如果节奏慢下来 源源密集了 反而自己队员呢 有时候会撞车 这个在很多 以这种防反为 基本的立足战术的球队当中 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所以这也和教练呢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对于球队 如果出现落后的时候 这种预案的准备啊 有很大关系 但如果不做这样的准备 或者是临场的调整呢 那比赛的形式和节奏呢 就很容易顺着 领先一方的节奏走 巴顿 今天巴顿一对一 欲望还是比较强的 杨子豪呢 经过临时的处理之后呢 已经回到场上了 康瓜 这个方向离队友 已经越来越远了 只能靠他自己突破了 二防一 康瓜很难过去 选择射门 确实 向前进攻的过程当中啊 现在青岛海牛队 这段时间的办法不是太多 因为张卫从他 如果是平视的方向 看过去啊 刚才两个接应点呢 都被防守队员 在视线上挡住了 他是观察到 门将的站位 稍稍靠前 选择一脚掉门尝试 还是远射 由于现在很难把 传球呢 最终传递到 天津金门湖的 禁区线附近 所以呢 海牛队只要有机会啊 就起脚打远射 梅里达刚才先是被撞 然后呢 脚下又被憋了一下 前场两名球员呢 对他防得很凶 这段时间呢 在比分落后的压力下 青岛海牛队的队员呢 在中场啊 对于天津金门湖 几名持球人的 对抗强度呢 要比开场阶段要大了 刚才呢 这个贝里奇呢 背身要球这下 后腰呢 被顶到 刘家身扩大了 自己的防守范围 正好贝里奇 要这个球的时候呢 是攻身下去 想发力呢 顶住背后的防守队员 没想到刘家身上来了 正好是膝盖 顶在了 贝里奇的后腰上 我们再看一下 进球的过程 后点过来之后 正好落到 安杜汉尔的怀里 顺着下来 再门住侧一侧 完成了捅射 安杜汉尔的这个反应啊 也很快 这样上半场比赛呢 踢了不到25分钟 天津金门虎呢 在客场暂时1-0领先 进球的是安杜汉尔 这是安杜汉尔的主要 本身是当下的 是安杜汉尔的 好的 编路这下突破不错 谢维军 鞋船给到中落 这个球呢 在和防守队员的身体对抗过程当中 要想停住啊 不太容易 贝里奇 他是刚刚刚被刘嘉身的顶过一次 这次呢 又和刘嘉身两个人肩膀扛肩膀 有一个力量对抗 康瓜这次想摆脱的时候啊 同样是被防守队员给背后踢到了 犯规的是梅里达 绊到了支撑腿 虽然现在分差只有一个球 但双方呢 都不希望对手的中场球员呢 拿球拿得太舒服 双方都想把节奏呢 更好的控制一下 乐事行动 小羽里达边还没差 小羽里达边 轻松 大一路 地 这段时间青岛海牛队后防线不如刚才向前的幅度那么大 就在后场刚才接应的时候 萨里奇呢还是希望刘加深的能够套边去侧影 但是海牛队后场的三名防守队员呢 现在向前的意愿啊 不像刚才那个阶段那么强了 这可能也是他们一个调整信号 调整体能的一个信号 因为有的时候呢 高强度的把队形整体前提之后啊 对于防线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几次快速回追之后啊 防守队员呢就需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康瓜还在拖 早早取得进球之后 金门虎呢这段时间确实整体的队形呢 比开场收获了很多 而且因为他们在后场呢还是有 比较从容的脚下控球优势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个突破啊 谢维军的回防 这下也踩到他了 好球落下来之后调整到中路 一脚低射还是偏出 这次又是沙里奇 今天上半场比赛啊 他这次应该是射门距离最近的一次 不过方向还是没有调整好 张魏撞给他之后 打的偏的还是稍微多了一些 太追求小度了 这段时间呢 金门虎这边进攻呢 暂时没有转移到巴顿这一侧 反倒是青岛海牛队进攻呢 主要从康瓜那侧来发起 王建明呢这次呢 感觉他更像是要掉门呢 不太像是往前点船 因为这个球明显发力呢 发得更足一些 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 王建明有四次助攻 进了两个球 他的边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是青岛海牛队进攻当中不可替代的人选 这下背后放场犯规 这可能要吃牌啊 因为在谢维军拿这个球之前呢 防守队员这个放场的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4号刘军帅 他在跟主裁判解释 这次呢 李海鑫给予他口头警告 在刘军帅的反复解释之下 这张牌是省了 但是从防守动作来看呢 这就是一个背后的剪刀脚铲球 而且呢 他的动作已经先放出去了 算是逃过一截 这就是一个背后的剪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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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完全身体上被纠缠住了 苏元杰 苏元杰的这个纠缠能力 让康瓜非常无奈 人球已经分离了 但是防守队员摆脱不掉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苏元杰还踩到了康瓜的支撑脚 左脚脚后跟的位置 以前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中超联赛和澳超联赛当中 很难有外援通吃这两个联赛 就是在澳超联赛发挥好的一些速度快 比较灵巧的前锋 他到了中超联赛 踢不出他对应的身价 或者是他的特点 就是因为中国防守队员 普遍来说脚下启动比较快 转身比较灵活 所以这种速度偏快的 速度型的球员 在中超赛场不太容易占到便宜 但是一些护球能力强 持球能力强 对抗能力强的队员 在中超赛场 他的战术价值就容易放大 比如说像费莱尼这样的类型 那么在澳超联赛当中 就相反 这就说不同的联赛 本身他的本国球员类型 和他这个联赛环境的 有很大关系 所以像康瓜这样的队员 他在中超联赛当中 他遇到的可能 一支球队如果是四后卫 那个边后卫的防守速度 比较快的情况下 像康瓜这样的队员 就不太容易发挥出 自己突破的优势 那这个赛季踢到目前为止 康瓜自己也只完成了一次助攻 如果是他空跑去接应得分的话 可能他的威胁会更大 现在上半场比赛的来到35分钟 双方的比分还是1比0 金门虎队凭借着中后卫安杜哈尔 在脚球战术当中门前的捅射 暂时领先 杨子豪找巴顿 巴顿这个球没挺好 不过他补救的不错 很快拿了回来 维塔诺夫 好的 这下谢维军停下来之后 能不能射门呢 调整之后 谢维军这次调整的不错 在跌跌撞撞的情况之下 挤开了防守队员 最后完成了射门 取得了进球 这个球是个人能力的展现 在刚刚过去的国际比赛日当中 谢维军还入选了杨科维奇的国家队当中 但是他在国家队没有获得太多出场机会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 巴顿在边路连续调整 把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在中路做给了队友 协传的这一下给的不错 第一下谢维军领球过了张位之后 张位走到中路 在防守当中连续转向倒地 他这一倒地呢 实际上影响了刘军帅向回的上抢卡位这一步 所以这一步没有卡住呢 让谢维军挤了过去 刘军帅再用手去拉呢 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回防过程当中 青岛海牛队防线两个队员之间出现了失误 让谢维军的完成了突围 比分变成了2比0 这样谢维军本赛季中超联赛的进球数呢 也达到了5个 应该说刚才这个进球啊 很好地体现了谢维军 他的中锋的对抗能力 而且在和后卫呢 完成贴身纠缠的对抗之后 还有启动加速的这下摆脱能力 上场比赛丢两个球呢 形势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就 非常困难了 在中路 这叫包抄不错 沙里奇呢 在向主裁判申诉刚才 防守队员拉拽他球衣的犯规动作 应该是贝里奇 在防他的时候有一个拉拽 这次射门呢 是刘加深 贝里奇呢 认为刚才主裁判啊 没有吹罚 所以呢 他在这个 他认为的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对后防线安杜哈尔呢 也做出了一次犯规的上抢 但是他也知道 刚才这个动作呢 要比他 被拉拽球衣那一下 犯规要明显多了 上不上比赛呢 双方的长传成功率啊 青岛海牛队 要比天津金门虎低不少 这就和双方在进攻当中 投入的人员数量 有很大关系 因为青岛海牛呢 他们在前场目前只有 沙里奇一个人 而金门虎呢 在前场可以有谢维军 可以有贝里奇 巴顿有的时候 内切之后到中路呢 也能接应 接应点一多 从边路送出的传球呢 相应的得到的 这个接收的保障啊 也都更好 应该是贝里奇 越位位置回拿了 右手还是王建明 第一站内部没进去 好球 贝里奇 扛开了刘加深 对着安德烈 还有刘军帅 贝里奇呢 想脚后跟传球 又被他反抢下来 这护球能力确实很强 那有他在这个球 轻易不丢的话 其他中场队员呢 就赶上去 整个队形呢 就能逐渐提上来 还是杨自豪再传一次 被门将谋鹏飞控制下来 那这个球呢 汤大了 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刀山球 冯靖有点着急 没有处理好 其实冯靖呢 是比较适合这样的战术 和这种踢法的 之前在重庆队的时候 冯靖呢 他在反击当中啊 这种无球的空切 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但是因为海牛队 今天上场比赛 整个队形呢 收的确实比较深 所以呢 由手转弓的时候 整个进攻发起 都是在自己半场 后腰的位置 这就造成 带球队员呢 要奔袭的距离比较长 要突破 金门虎的防线设计的 设定的层层的关卡 所以这个时候 节奏的变化 就要求比较多了 现在后场的防守啊 动作越来越大 这是青岛海牛队 需要注意的 安德烈吃到了一张黄牌 还是针对巴顿的防守 刚才他扫过来的时候啊 正好顶到了巴顿的右膝盖 所以巴顿呢 现在暂时也得缓一缓 这个犯规呢 造成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今天金门虎的定位球变化 是比较多的 落下来之后 二点球 维唐诺夫 两个人没有抢到 这边吹了金门虎的队员犯规 现在上半场比赛呢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风静 还是没有太好的向前的线路 右路王健明 萨利奇 本来他在走路活动比较多 但是随着右路压力的增加呢 萨利奇现在 基本上在海牛队持球过程当中啊 他都会 照顾到右路这一侧的需求 上半场比赛呢 他有几次啊 在这一侧拿球组织了 现在又到了前场 回给安德烈 还是要找萨利奇 这是萨利奇的作用 吸引了两个人之后 把球传了过来 后点位置点不错 最关键的这下 萨利奇呢 没有去顶 感觉萨利奇好像是 在位置上不太舒服 所以他缩脖子这一下呢 没有把这球拿到 再看啊 萨利奇先是这一传 然后呢 队友坐过来之后 这个位置其实点不错 可以直接冲顶了 但是因为回防队员的干扰 苏元杰的干扰 所以呢 中锋位置啊 萨利奇他没有上去征顶 这是海牛上半场比赛 在门前 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惜没有把握 康瓜 回桥给萨利奇 局部打打配合 上半场这一侧 康瓜自己觉得突得很难受 突得很累 几次冲刺下来 人和球都进不去 还被扫倒了两次 现在上半场比赛呢 剩下的时间不多 快要到商厅补食 现在双方呢 在对抗当中啊 特别是青岛海牛这边呢 还是得注意防守动作 但是随着上半场比赛 在本方半场的这种 被动防守时间太长 被动消耗多 所以踢到这会儿呢 确实他们防线的 队员的体能状态不太理想 张卫呢 刚才丢球之后的一个犯规 看看冯镜的处理 就直接找到沙里奇 可以传了啊 还是慢了 不过这次呢 是犯规 吹了扬帆的犯规 我们再看一下 维塔诺夫啊 维塔诺夫 抢先一步 他为了要这个位置 抢先一步 卡了位置之后 但是自己的重心呢 跟着往前去 没有站住 结果支撑脚呢 被王剑明踩到了 就这种伤啊 在场上是很难避免的 尤其是大家在高速 对抗争抢一个位置的时候 被踩一下 被撞一下 是很难避免的 这种伤呢 通常来说也不算故意 还是吹了攻防犯规 好 这样呢 主裁判李海鑫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做客的天津金门虎 是凭借安杜哈尔 首先打破僵局 随后呢 谢维军帮助他们扩大比分 暂时呢 在客场2比0 领先青岛海牛 以保中国国家队 官方饮用水 让您观看 精彩中超联赛 以保 为七十余支 国家运动队 提供安全纯净的 饮用水服务 更陪伴 生活每刻 以保 中国国家队 官方饮用水 锅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听说楼下开了个锅圈 牛肉羊肉 小酥肉 虾滑猪笋 小龙虾 毛肚鱼丸 小油条 哇 太全乎了 我的天哪 这么便宜 我简直是天才 在家吃火锅 就找锅圈 以保 中国国家队 官方饮用水 让您观看 精彩中超联赛 以保 为七十余支 国家运动队 提供安全纯净的 饮用水服务 更陪伴 生活每刻 以保 中国国家队 官方饮用水 三十载征途 二十年接受 使命于光众 涂海牛梦香 青岛海牛 坚守中国投钱 三十年 青岛海牛 官方票务总贷 买球票 就上看个比赛APP 开场即燃 见证荣光 中国好水两百开 邀您共聚 亚洲体坛巅峰赛事 荣耀时刻 岂能早开 开开开 速度全开 开开开 激情全开 开开开 荣耀全开 金麦郎两百开 为中国 敬而克财 锅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听说楼下 开了个锅圈 牛肉羊肉 小酥肉 虾滑猪笋 小龙虾 毛肚鱼丸 小油条 哇 太全乎了 我的天哪 这么便宜 我简直是天才 在家吃火锅 就找锅圈 水中贵族 百岁山 与国际高端赛事同行 水中贵族 百岁山 三十载征途 二十年接受 神秘与光众 涂海牛梦想 青岛海牛 接受中国国情 三十年 青岛海牛 官方票务总贷 买球票 就上看个比赛APP 开场激燃 见证荣光 中国好水 两百开 邀您共聚 亚洲体坛 巅峰赛事 荣耀时刻 听说楼下开了个锅圈 牛肉羊肉小酥肉 虾滑猪笋小龙虾 毛肚鱼碗小油条 哇太全乎了 我的天哪 这么便宜 我简直是天才 在家吃火锅 就找锅圈 水中贵族 百岁山与您同行 品鉴国际高端算式 水中贵族 百岁山 三十载征途 二十年接受 使命运光众 涂海牛梦想 青岛海牛 坚守中国 泽情 三十年 青岛海牛 官方票务总贷 买球票 就上看个比赛APP 开场激燃 见证荣光 中国好水 两百开 邀您共聚 亚洲体坛 巅峰赛事 荣耀时刻 岂能走开 开开开 速度全开 开开开 激情全开 开开开 荣耀全开 金外郎 两百开 为中国 健而克财 锅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听说楼下开了个锅圈 牛肉羊肉 小酥肉 虾滑猪笋 小龙虾 毛肚鱼丸 小油条 哇 太全乎了 我的天哪 这么便宜 我简直是天才 在家吃火锅 就找锅圈 水源地位于海拔六千米 昆仑山玉珠峰 昆仑山矿泉水 好烟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 去烦旧简 回归本心 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水中贵族百岁山 与国际高端赛事同行 水中贵族百岁山 喝醇良酒 想精彩赛事 红星二锅头 要你贡赏体坛盛宴 二锅头 我就认红星 四九年那会儿 北京就这一家 几辈人都喝这酒 红星纯凉的 这味正 红星 北京二锅头史创者 开场激燃 见证荣光 中国好水两百开 邀您共聚亚洲体坛 巅峰赛事 荣耀时刻 岂能早开 开开开 速度全开 开开开 激情全开 开开开 荣耀全开 金外郎两百开 为中国建而喝彩 好烟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 还原自然 去烦旧减 回归本心 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水中贵族百岁山 与您同行 品鉴国际高端赛事 水中贵族百岁山 三十载征途 二十年接受 使命于光众 湖海牛梦乡 青岛海牛 坚守中国足球 三十年 青岛海牛官方票务总贷 买球票 就上看个比赛APP 开场即燃 见证荣光 中国好水两百开 邀您共聚亚洲体坛 巅峰赛事 荣耀时刻 岂能早开 开开开 速度全开 开开开 激情全开 开开开 荣耀全开 金外郎两百开 为中国 敬而喝彩 锅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听说楼下开了个锅圈 牛肉羊肉 小酥肉 虾滑猪笋 小龙虾 毛肚鱼丸 小油条 太全乎了 我的天哪 这么便宜 我简直是天才 在家吃火锅 就找锅圈 上半场比赛 双方的比分做客的天津金门虎暂时是2比0领先 这场比赛在比赛开始前青岛海牛实际上已经是提前保级成功 按理说全队上下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从比赛一开始 他们在主场还是采取了深度防守的策略 不过今天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要防住巴顿 但是天津金门虎在左路还是做了很多文章 巴顿的突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但是他在转移过程当中 两个球不管是脚球的发出 还是在反击当中的转移都做得不错 我们在结合着中国国家队官方营用水 以保为您带来的超级回放 结合着画面来看一看上半场比赛一些精彩的内容 在前10分钟天津金门虎 今天在前场的压迫实际上做得并不太凶 但是他们在中锋位置 今天贝里奇的感觉很好 贝里奇今天在整个面对青岛海牛的五人防线的穿插的过程当中 他的拿球频次很多 而且球护得不错 这样使得天津金门虎的中场 今天可以比较从容的向前推进 不断的增加在青岛海牛半场参与进攻的人数 这次做给谢维军之后 确实调整的时间比较短 但谢维军的射门还是造成了一定威胁 随后在第三个角球的配合过程当中 这次后点顶下来正好落到了安杜哈尔的怀里 两名外援的配合 梅里达争顶到 安杜哈尔在门前的捅射 在前面的两个角球配合当中 金门虎的第一个角球打前点被破坏 第二个球走脚下 因为人员太过密集没有进去 这次他们直接打向后点 来了一个反向配合 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随后海牛队把整体队形前提也形成了几次进攻的机会 但是客观来说 这几次在进攻当中的效果来看都比较仓促 这次呢是断球之后 马兴玉打了一脚远射 他和冯敬的配合 随后呢海牛队在前场还有机会 但这一次啊 巴顿在边路摆脱之后 队友在中路分球 过来之后谢维军 利用防线上海牛队两名队员配合失误 挤开了贴身防 他的刘军帅 抢到了不错的位置 完成了第二球的破门 这两个反击呢 应该说金门虎这边啊 打得很有章法 而且今天他们的船中 在效率上呢 制造了更多威胁 海牛队也有很多船中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形成连接 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 海牛队有一次不错的机会 这次坐过来之后 送了后点 但是可惜 封线上的沙里奇呢 好像是受到干扰 没有第一时间去征顶 如果他征顶的话 制造威胁的机会更大 随后队友的射门呢 绵练无力打在了中路 那这个比分呢 迫使海牛队下半场比赛呢 恐怕必须要增加进攻的兵力 会怎么样辨证呢 也只有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我们再去观察了 稍后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三十载征途 二十年接受 使命与光众 五海牛梦想 青岛海牛 坚守中国独情三十年 青岛海牛官方票务总贷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APP 仪宝中国国家队官方应用水 让您观看精彩中超联赛 仪宝 为七十余之国家运动队 提供安全纯净的饮用水服务 更陪伴生活美客 以保中国国家队官方饮用水 好的 经过中场休息调整 双方队员继续回到场上 下半场比赛看看 会不会有人员的调整 在比分上呢 天津金门虎现在做客2比0领先 青岛海牛队下半场比赛呢 必须要增加进攻的投入 海牛队是换上了宋文杰 看看他们换下了谁 从镜头交代的画面来看 海牛队应该是只换了一个人 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始 今天上半场比赛呢 谢维军帮助天津金门虎呢 打进了第二球 海牛队是换下了冯镜 马兴玉也被换下 彭新利替不登场 这算是两个队位调整 苏文杰呢 也算是海牛队这个赛季啊 在进攻端表现比较活跃的队员了 他上来之后呢 他的位置应该会去右路右边锋的位置 就实际上他是去 上半场马兴玉和冯镜的交替出现的这个区域 彭新利的位置呢 会稍微的往回收一收 扮演好后腰的角色 这样下半场比赛 海牛队中场的组织呢 就是萨里奇稍微靠前 冯镜脱后 两边路的是康瓜和 替不登场的宋文杰 约位了 金门虎呢 上半场比赛 今天在反击当中 这个穿插呢 是比较成功的 尤其是贝里奇的跑位 但这次呢 他稍微着急了一点 另外康瓜呢 上半场比赛 在突破的时候啊 经常面对金门虎 两三名队员的夹防 所以下半场比赛呢 他可能得想想办法 自己是不是能够早点出球 然后利用空跑来 创造空档 如果人球结合的话 他遇到的阻力太大了 刚才呢 金门虎在回防的时候呢 回传的时候啊 出现了一个危险球 这是下半场比赛 他们要注意的 因为换人之后呢 下半场比赛 在两个边路啊 青岛海牛队 向前进攻的队员的幅度呢 已经比上半场要大了 而且这两个边路的队员的速度 也都快 所以在按照上半场比赛的那种 后场的出球节奏来处理啊 就会危险 还是给刘军帅 张卫 鞋船 看能不能落到沙里奇这里 彭心力的转移 张卫 落下来之后 二点球位置不错 沙里奇 这段时间呢 海牛队逐渐在中路啊 加强了他们的控制力 能够形成 有层次的进攻了 这是上半场比赛 比较少见的 因为上半场比赛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们跟进上来的人员不够 导致进攻队员呢 只能仓促起脚远射 下半场比赛呢 安东尼奥显然发现了 这个问题 所以呢 换上了宋文杰和彭心力 这下抢得不错 康瓜 边路张卫在跑 哎呀 康瓜这下 康瓜这个球啊 可能他自己想多了 船的时候反倒是 人球分开了 双方呢 在连续配合的这种脚下出球能力上 天津金门虎呢 是有优势的 这是客观存在的双方实力上的差异 那下半场比赛呢 海牛队想要 把这样的差距呢 缩小 就需要中场队员呢 在配合上更加默契 同时呢 在船接的处理上 要更加稳妥 否则随着体能下降 下半场比赛呢 能够持续控球的一方 这种主动优势会越来越强 下半场比赛 还是刘军帅 直三 这球空档不错 可惜球传到了人身后 就是进攻当中就怕这种球啊 人走球停 这次反抢机会不错 给门前打空门 这是海牛队 利用前场的持续的压迫反抢 创造了一个机会 下半场比赛 他们搬回一城 沙里奇 追回一城 这个球本来看着都错过机会了 但是反抢下来 王秋明 王建明 送上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五个助攻 再看一下 康瓜 应对一对二 康瓜这球给过来之后呢 第一下冒顶了 但是王建明抢的这下很关键 这下很关键 而且呢 他不光是把球抢下来 他把位置也抢好了 确保队友不会越位 正好是把杨子豪呢 让在身后 杨子豪往回赶着一步啊 帮助 沙里奇呢 在门前很安全的完成了得分 如果杨子豪就这么被推出去了 这个球呢 实际上呢 也得 也得算有效 这个案例呢 曾经在欧洲杯上出现过 就是未经裁判允许的出场呢 实际上还算在场内 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比2 杨子豪往回赶着一步 休闲节 金门虎在后场的出球呢 今天海牛队限制起来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场的 这段时间呢 应该说海牛队敢于投入 获得了上半场比赛 所没有获得的机会 哦 这次漏过来 马上被金门虎队 在反击当中抓住了机会 但是得看这个球的 第二下有没有越位 可能需要视频裁判组呢 去查看一下 今天视频裁判组组长是刑奇 需要确认一下 但是这个球啊 在边路 露得有点太轻松了 海牛队可能还在沉浸在 刚才进球的起跃当中 防守注意力没有跟上 再来看一下 过来之后 传的这次没问题 打下来之后 补射 正好让贝利奇啊 抢在了两名中卫之间的空档 安杜哈尔在前点没盯住 这样贝利奇呢 将比分扩大为了三比一 下半场比赛开场 仅仅十分钟 双方就贡献了两立进球 这比赛倒是踢得很热闹 在今年联赛的第十三轮 两队第一回合交手的时候呢 双方总共是打进了五立进球 那场比赛最终呢 是天津金文虎对三比二获胜 今天的比分呢 目前已经和首回合的比分 很接近了 协船没有过来 张卫及时封锁了这条通道 北塔诺夫 挑船也没有过去 萨里奇一看不行 他得回来中场拿拿球了 中后场青岛海牛队 丢的还是有点太容易了 这个球应该是彭心力被踢到 杨帆 还没有摆脱 好的 二国一算是把这个球成功的出来了 金文虎的队员呢 坚持走脚下 这倒是 值得表扬的 虽然这个球呢 刚才出的比较危险 但这种思路都没问题 中文字幕组 这球拿的不错 巴顿看看下半场比赛 巴顿这侧会不会重新变的活跃 因为上半场比赛呢 他这侧的突破还是受到比较大的阻力 下半场比赛如果他这侧能打活的话 对于喊牛队的防守来说 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球内部空档被打穿了 斜船 想要零度脚位置尝试射门 这球如果传给队友 是不是机会更好呢 哎呀这个球 但是刚才内部空档给的这下贝利奇呢很满意 这个球的斜线给的很好 但最后呢他是想像兰帕德当年在欧冠赛场进的那球一样 他想转身打个零度脚 他想像兰帽子一样的决志 他在决定的时候 他想像兰带到那球一样的决定 哥他想像兰带僕一样主要 香港人都会说 西元周一这样的决定 上海军事了 我纳边四个人也就会看 下半场比赛感觉啊 双方都想斗一斗脚下配合 哦 这个球的门前补射没有赶上 不过就算碰到啊 两名队员也都在约位的位置 这是刚才萨里奇啊 在人从当中闪出了一个空档 打了一脚远射 就这个阶段啊 感觉双方的队员下半场比赛 好像也都没有太大思想包袱 都想在场上斗一斗 局部的配合能力 彭心利上场之后呢 他在中场对萨里奇的保护呢 使得海牛队呢 能够把中场的结构啊 也往前推一推 所以双方呢 在中场这个区域呢 会比上半场比赛压缩的更加紧凑 对队员的出球要求就更高了 在中场比赛压缩的更加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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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面的青岛海牛队准备进一步换人 换下安德烈 换上前锋 9号福布斯 撤下了后防线 有一张黄牌的外援安德烈 福布斯是海牛队这个赛季的头号射手 下半场比赛了 把他换上来 这是海牛队下半场比赛要发力的信号 福布斯上了之后 马上投入到前场的压迫跟反抢当中 这样在封线上就有福布斯和贝里奇两个人了 这对天津金门虎的两名中尉来说 现在压力就比较大了 安德烈和杨帆需要一对一的去对应防守 这边福布斯 之后马上让天津金门虎门前的压力变大 刚才是球传给彭信利的时候呢 越位了 望永远 你说 我们 这 vivir 那 这样 一定 今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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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布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朴布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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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总体来说呢 确实是天津盛 朴布斯 李宗盛 朴布斯 李宗盛 赛孙盛 朴布斯 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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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朴布斯盛 朴布斯 李宗盛 朴布斯盛 朴布斯盛 朴布斯 李宗盛 朴布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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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布斯盛